生命水的河还有什么呢?还有其他东西 这个河的两边都长着有生命树 约翰是在看见这个意象是什么呢? 就是生命水就可以滋润着生命的树 他也描述的是说从神而出的生命是唯一的真正的生命 我们在地上活着但是我们是活着跟死亡一同的这么存在 我们有生命但是我们也有死亡 因爲我们有死的灵在所以我们人才会生病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些不幸的灾难 ulo面有疾病有死亡有一些不幸的遭遇都是我们人 установ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些不幸的灾难 但是我们到了神的宝座 我们到了天堂里面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苦难 病痛死亡都被囚禁了 我们现在要小心注意看下面了 那这样的一种毫无瑕疵没有死亡的完美的生命 是主耶稣基督赐给那些信他的人 永生 就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 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种永生 这也是老约翰在这里讲到了这么样的一种永远的生命 这个第二节后面怎么说呢 他说树上的叶子来为医治万民 我们就要问一问题 那既然这是天上都不会生病了 为什么我们这个外民要得到医治呢 在天堂已经所有的罪恶 所有的死亡和其他的东西都已经被除掉了 为什么还要医治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医治的过程 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已经慢慢一点点在发生 在过往的岁月里面 主耶稣已经用这个生命树上的叶子 在医治天下的外民 如果主耶稣没有这个有恩典的医治天下外民的话 这世界老早就不见了 老早就已经消亡了 比方说在洛亚的这个年代 比方说在洛亚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候天下的万民 世上充满了强暴 没人都坏了 那神最后必须得要铲从所有地上 凡有血气的 只剩下一家八口 这个生命是从神那里而来 而从神而来的生命是美好的 那么从神而来的这个生命水的河里 接出来的这个生命树上的叶子也是美好的 这样的美好的生命树的叶子 医治天下的外民 这个从时代的变迁 这个时光的推移 但是呢天下的万国万民 都是靠神的医治 他们才得以 这个一代又一代的这个 这个延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连延下去 比方说这个神猜浅 黛亦里到这个巴比伦去 这个巴比伦是行邪恶的这么一个帝国 那个盖伊里去了以后呢 神借着他的夫人呢 在这个巴比伦做这个 猪治 罪恶的这个 这么一个工作 神猜浅约翰威斯利到这个英格兰 去阻止那个时候日渐百坏的这么一个大英帝国 这个神猜浅了这个马丁路德 去到在欧洲 使得 借着他这个仆人呢 可以来在这个罗马天主教 白色恐怖下面的这么一个欧洲 得到从这个偏邪的 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意端里面 回归到圣经的这个真道上来 神甚至在中国立了一个皇帝叫李世民 来阻止整个中华民族 快速地在这个邪恶的道路上下滑 免得中华民族断止绝孙 所以神也开前像李世民这样的皇帝 去做一些消除罪恶的工作 这些所有的这样的医治天下万国万民的工作 都是主耶稣亲自的作为 他供应了这么一个生命水 所浇灌的生命树上的这个叶子 那给天下万民的医治 在第三节说 以后再没有咒读 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夫人都要侍奉他 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 神就给他们的这个咒读呢 到目前为止到这个天堂里面呢 这种咒读就出去了 在那个原来被咒读的这个地方 现在没有了 在城里面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 神也重新的恢复了 当神造这个天下万物和人的支出的 那个就是美善 我们将要在那么一个美好的 无比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在天上居然要跟神面对面 摩西曾经求神说 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面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不能见我的面 因为你见我的面 你就要死 但是弟兄们 时候将到 那一天我们跟圣洁的上帝 将要面对面 说摩西还在 还在旧的身体 这个跟摩西一样 Well 是哪一样 我应该会 亲身分民 是哪一样 是哪有哪